朕没想到 这皇上竟然如此糊涂 太后 恳请您为我们做主 劝皇上收回成命 如若不然 我们父弟俩 成跪不起 哥哥何出此言 都是自家人 又话慢慢说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吧 太后啊 现在除了您 谁也救不了咱们文家了 是啊 皇上如果执意这样 这哀家的旨意不顾 那也真让我含透了心 太后 恳求您现在就到御书房 跟皇上说个明白 对 好 现在就去 找他讨个公道 我要你立刻下旨 严惩凶手司徒贱难 请母后恕儿臣不能从命 这圣旨记下 恕难收回 你这是承心 要给哀家难堪了 朱允啊 你真是翅膀硬了 连公正是非 你都不管了 不 朕下旨司徒贱难无罪 病的就是公心 行的就是公正 这变的 就是是非 你竟然混小黑白 一个凶手 一个案件伤人的卑鄙小人 你竟然为他开脱 母后 您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别说司徒贱难 不是射伤文韬的凶手 就算他是 朕今天也要将他无罪释放 你 如果当晚朕在现场 朕也会射文韬一箭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文韬的所作所为 已经比最恶劣的强盗 还要恶劣三分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母后 事情的来龙去脉 朕已经弄得十分清楚了 就让朕 慢慢地告诉大家吧 这样多好 司徒贱难已经回家了 公主很开心 师父也没有被搭进去 多亏你了 秋心 否则现在师父就在大牢里了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其实师父才是最聪明的人 师父只是太担心公主 所以才会乱了封寸啊 你说得对 我就是看不得公主受委屈 公主一出生时 我就在她的身边 皇后临终时 又把公主交给了我 皇后待我 就像亲生母亲一样 师父 我有一点担心 担心什么 我们的富国大忌 为什么 我们原来的办法是刺杀白云妃 让云南王反叛 秤乱雍公主复国 可是现在 我知道 我一直没有再提刺杀白云妃的事 对吗 对 你应该明白 白云妃化名白玉 和公主结拜 公主很重视这段友情 如果白云妃有什么事情的话 公主一定会伤心的 师父要总是这么想 那我们就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吗 公主不也和皇上结拜了吗 其实我不杀白云妃 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白云妃 毕竟不是云南王那个叛贼 他心底很好 那天和我们并肩作战 还帮助公主 事后还用自己的庄园来安置难民 师父的意思是 不杀白云妃是因为她的善心 师父修到这些年 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师父是不会下手的 师父如果真的这么想 那我们复国的大业 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师父 师父 是公主 你先走 我去见她 好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而新部 已经查识摄伤文韬另有其人 且不论这一点 但文韬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叫人忍无可忍呢 这事 皇上会不会是道听途说的 母后 朕那天微服出巡 小龙虾在当地盖房子的时候 我和陈琳都看见了 而且不瞒大家说 那小龙虾 是朕所交的一个江湖朋友 他的一切所为 朕都再清楚不过了 朕正是因为他的这份 难得的热情 才跟他做朋友的 这么说 他还真够善良的 是啊 他让朕这个做皇上的 都感到羞愧呀 咱们的丞相 不过一切地把难民往城外赶 这如果没有人管 您知道要死多少人吗 这些个难民也是朕的子民 咱们的丞相 已经让朝廷蒙受了巨大的羞愧了 这 皇上 微臣确实有失职之处 皇上 这小龙虾 在一些朋友的慷慨相助之下 他把难民全给救了 石州 建房 请医买药 他把心血都给了难民 他成了难民的活菩萨了 可咱们丞相的公子在做些什么呢 强占工地 还行凶伤人 逼难民离开唯一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甚至 还面蒙黑金 带人放火烧了难民的一切 这不是比盗贼还要凶狠吗 啊 丞相的冷酷 朕已经领略了 没想到你的儿子 比你还要凶狠十倍 难道 你要逼得天下的百姓 统统造反了 你才肯罢手吗 这 皇上 皇上 臣真的错了 教子不严 死罪 死罪啊皇上 见皇上开恩 饶了爹和弟弟 小龙虾的朋友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朕也以身为他们的朋友为荣物 尤其是司徒建南 他路见不凭拔刀相助 虽然自己没有背后放箭 却愿意为了真正的朋友入狱甚至掉头 朕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钦佩啊 他才是真正的大豪杰 真正的大英雄 现在你们父女俩还要求朕对司徒建南治罪吗 皇上 臣现前不知 现在知道了 一切罪在文涛 司徒建南 别说没伤着文涛 就算真的伤到了 也是他罪有应得呀皇上 皇上说得对 司徒建南确实无罪 皇上 朕身为皇上必须要秉持公义 违背了太后的心意 朕心里也很不安啊 皇上说得对 是母后太糊涂了 我不应该不了解事实真相就强出头 皇儿啊 你做得对 谢谢母后夸奖 皇上啊 你舅舅和媚儿他们 恐怕也是不了解事实真相 你看 朕也是这么想啊 那文涛和他的手下 应该没把事实真相告诉家里 舅舅妹儿 你们起来吧 皇上 皇上 微臣现在明白真相了 微臣知道 文涛他犯下滔天大罪 理应重诚 即便是杀头 难也不为过 可是 皇上 微臣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皇上 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他这次所作之恶实在是太过分了 如果不惩治 那以后世家子弟 怎么管得了 要不是听你们俩说三道四的 我也不至于蹚这趟浑水 现在搞得我都没面子了 对不起太后 太后 太后 我们不是有意的 太后 求您跟皇上求个情 救救您的侄儿吧 太后 求您了 皇上 按说我也没脸求你法外施恩 可文涛毕竟是你的表弟 是我的亲侄子 正因为他是朕的表弟 您的侄儿 那丞相的儿子和贵妃的弟弟 所以他才这么飞扬跋扈 胡作非为啊 不过这次他干坏事 不但没占到便宜 反而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这也算是受到惩罚了吧 皇上 你看 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丞相妹儿 你们听好了 因为朕对母后一向敬爱有加 不忍服他老人家 对亲情的眷顾 对亲情的眷顾 不忍服他老人家 本来文涛所犯为不赦之罪 但看在母后的面子上 就网开一面吧 文涛所犯为死罪 但这一次 朕暂且把他的脑袋 系在他的肩膀上 所有的衙门 也都不再追究此事了 但他如果以后 再生事端祸害百姓 那可就新账旧账一起算 严惩不待了 还不快谢过皇上 多谢皇上恩典 再说 这太太太了 这太太了 可爱也不愿意 心得不愿意 就不愿意 哪可 这些什么 看起来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 这些人 太精彩了 刚刚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马上就变得可怜至极 连最难应付的太后 这次也很领您的情 这个恶霸公子 头颈上悬着宝剑 她以后绝不敢张扬 因为这事 文丞相和文贵妃也为您几分了 这就是所谓的坏事变好事吧 这次最高兴莫过于司徒府了 那是 对了 朕怎么从来没听说司徒清云府上 还有个叫司徒靖的二公子啊 是啊 我也是才听说的 师父上回给我出的招就是好 假装是皇上的人受了重伤 又能见到皇上又没有危险 好在你这次命大 下次可没这么幸运了 放心吧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跟他们说啊 你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来无影去无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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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怎么了 你的镯子 镯子怎么了 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戴镯子 这是我刚弄到手的 怎么样 好看吧 嗯 嗯 嗯 怎么师父 这镯子有什么问题吗 啊 你快告诉师父 这镯子是从满弄来的 嗯 嗯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 是白玉白大哥送给我的 是白玉 是啊 原本呢是我抢他的 后来我们败了兄弟 他就把镯子送给我了 嗯 嗯 他就是十分好啊 白玉白对他真是太好了 连安宁公主都不管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绝对不会娶安宁公主的 可皇上定的婚事 怕是不容易推翻吧 我又不是木偶 我不会听他摆布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咱们不就是为了成亲来的吗 原来是原来 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再说了 原来答应爹迎娶公主 也是为了进孝道 那现在孝道就不进了 不是不进孝道 吾双 你不想让我去 这次是母后给你添麻烦了 他们挑着简着说 怎么能怨母后呢 咱们别提这不开心的事了 母后 我觉得安宁这两天 有点变化了 这两天 我们在安宁身边 没少夸白云飞 我看着安宁 伙传 这种人啊 已经动心了 母后说的对啊 按你嘴上虽然没说 可心里已经十分想见白云飞了 胃口已经掉足了 也该让二人见见面了 是时候了 儿臣也只是耳闻白云飞人才出众 倒还没有目睹呢 那你就赶快招他进宫吧 让大伙儿也瞧一瞧啊 行 那儿臣马上派人去宣旨 服装 庄病啊也是门学问 如果能用得得心应手 必无往而不利 公子 你也不能永远不奉旨入宫吧 现在我是得过且过 就算他给我扣上抗旨的罪名 我也无所谓 因为与其娶一个你不爱的人 倒不如给我一刀来得痛快 我决定杀掉白云飞 好 可是师父 你不是说 没错 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和公主有关吗 对 我看到一副镯子 那副镯子 原来是突厥国王的御用真品 后战转到先皇手里 先皇把它送给了公主的母亲 那镯子怎么了 据说那镯子 很有灵性 只要一个男人 把她送给一个女人 那男人的心就会被拴住 那镯子 白云飞 把她送给了公主 白云飞不是把公主当兄弟吗 我敢肯定 白云飞发现了公主是女儿身 原来白云飞 和安宁公主有婚约的 可她竟然为了公主 跟安宁公主打架 你应该明白了吧 所以 所以 我要杀掉白云飞 安宁也够倒霉的 白云飞竟然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马上通知出城 赶快准备一下 是 安宁 你看 这件衣服多美呀 穿在你身上一定很漂亮 我干嘛要打扮漂亮 白云飞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好漂亮的金毡 你看 戴在安宁公主的头上 多光彩多目 肯定可以把那个白云飞 进得目瞪口呆 她要不进得目瞪口呆 我就把她打得目瞪口呆 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扮得丑一点才对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嫁人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都起来吧 免礼 谢皇上 安宁啊 你不是最爱漂亮了吗 怎么了 为了不想成亲 甘愿把自己弄丑啊 还说呢 早知道你叫我回公室要设计我 我索性一辈子留在外边不回来好了 谁要设计你了 那白云飞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你不相信真的眼光啊 我就是信不过你 母后已经跟我说了 说我得先嫁了 你才能立后 你和文美儿都等不及了 所以就随便塞个人给我 对不对 行了行了 你别在那乱说了 朕根本不急着立后 眼前只谈你的婚事 其他事你别过问 好嘛好嘛 我全听皇兄的就是了 干嘛发脾气嘛 启禀皇上 白云飞他 他到了是吧 行 安排下去 让他在运输房停止 不是的皇上 白云飞突然患病在床 他不能进宫了 怎么了 他生病了 对 宣旨太监是这么说的 不过 宣旨太监也说 白云飞的脸色 好像没那么差 哼 你听说见本公主就装病 什么东西啊 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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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 大哥 公子 小龙虾 大哥 放箭 小心啊 大哥 不许上人 不许上人 走 小龙虾 你没事吧 嗯 奇怪了 那些人为什么突然收手了 是那个领头的饶过了我 两次失手都是因为公主 我们的公主成了白云飞的救星 这下白云飞更要带公主好了 真是孽缘 师父 我们还要再刺杀白云飞吗 我手都有些软了 看到公主那样 我真有些下不了手啊 师父 我觉得杀掉皇帝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杀白云飞 弯子我觉得绕得太大了 我们静观其变吧 现在我最担心的 是白云飞和公主走得太近了 皇上能放着你和司徒见男 真是个好消息 也说明啊 他是个好皇上 皇上当然好了 还给我拿了很多好东西吃 那你觉得 皇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有情有义 对人蛮热情的 除了抠门没什么毛病 你说皇上抠门 跟大哥比起来当然是的 那就奇怪了 你说你拦架闯宫 虽然有正当理由 但总也是犯了绿条 就算不严惩吧 也该关上两天 皇上怎么就放了你呢 本来是好朋友 总不好意思撕破面皮吧 什么 你说你和皇上本来就是好朋友 我说了吗 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皇上见了面挺投缘的 他非常喜欢我 给他讲的混混的事 就说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 别说我了 白大哥 怎么总是有人想要杀你啊 是啊 这次杀我的 好像和上回是一帮人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以后你要多小心点 碰巧两次都让我赶上了 可我总不能碰巧帮你结尾吧 那 我们两个要是永远在一起 不就不用碰巧了吗 总在一起 那怎么可能 没问题 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够在一起的 大哥 你将来可是要娶媳妇的 怎么老跟兄弟在一起 对 我将来是要成家娶妻 可是三弟你将来不是也要成亲吗 我呀 谁 我这混混谁敢跟我成家 三弟啊 你真的越来越有趣了 二哥 二弟啊 白大哥 小龙虾 你们越夜聊天好兴致啊 二弟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三弟天天找你 就是找不到你 是吗 本来想找你帮个小忙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 二哥 你怎么出来了 最近俗事缠身呢 刚得点闲 一想咱们好久没见面了 就想出来拒绝啊 我还带了一坛好酒呢 那仨 好好放松放松 把酒言欢怎么样 行 我再尝 好啊 老陈没来啊 带他多麻烦 就咱仨 好 不错 我们先回去吧 是 走走走 来 三弟 你真是海量啊 什么海量 我看他根本就是硬驴 行路可驴可水也就是这样 你才是行路可驴呢 二哥 你带的酒肯定是世上最好的 不喝多 多亏啊 那三弟 你怎么知道你二哥这儿有好酒呢 全天下救他的好酒多 他是个酒鬼嘛 你又知道这是什么酒了 我平时只有在街上混的时候才能喝点酒罐里的便宜酒 我才品不出这是什么酒呢 三弟 我告诉你 这是地道的贵州茅台 平时极难喝到的 白大哥果然是识货之人哪 你喝过这酒啊 我只是有幸喝过 酒香难忘 对了 二弟 你怎么会有这种上等的好酒呢 他不是说了吗 我是酒鬼啊 专门网罗天下的好酒 可是这罐酒 它非但是地道的贵州茅台 这酒瓶上好像还有云南王府的风际 这应该是云南王进贡给大内的玉酒吧 大哥真不是盖的 你猜酒中啊 是这样了 这酒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内的酒 就是前些日子我偶然认识了一个人 我请他喝了几次酒 他就觉得我很够意思 就送这酒给我了 他是谁啊 云南王的儿子白云飞啊 大哥你怎么了 我没事 二弟啊 你说你认识白云飞啊 是啊 他不就是奉旨入金成亲吗 刚好给我撞上了 他呀 进宫的酒可多了 扣了几盘根本没人知道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二弟一看就不像是个会说谎的人 这一定是真话 来来来 为了这句真话 我们干一杯 来来来 好酒啊 来来来来来 再来 二位哥哥 我就先走一步了 再见啊 弟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我晚上出来就是为了活动活动腿脚 没事的 下次见吧 好 那你小心啊 是 走 走 白公子 我 unto公子的安全您请放心 我家公子的安全您请放心 公子 公子还是请回吧 我看那白玉不像阴险之辈 她可能是觉得我秘密不少 皇上 出门在外事事难料 不管怎么样 皇上还是小心为妙 放心吧 那白玉绝不是阴险之辈 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 可能她是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吧 看来要瞒住我的真实身份 可是不太容易了 隐矿的身边一直有高人保护 她能办大将军都办不到的事 能把杰奇国公的人从狱中提出 她还竟然说认识我白玉飞 她还有大内的狱酒 司徒进今天的表现和说话 也很奇怪 她知道隐矿家中有很多好酒 她今天还特别担心隐矿的安全 那隐矿走的方向 奇怪 那是去皇宫的方向 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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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下是矿 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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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他 怪不得竟拦架闯枕都没问题 怪不得竟说本来是好朋友 总不好意思撕破脸皮吧 天哪 怎么会是这样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朕要去你家看看文韬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朕带的 皇上表哥 您真的要去我家看我弟弟啊 是啊 虽然文韬做了不该做的事 可他怎么说还是朕的表弟 况且他这一次差点丢了性命 朕着表哥怎么说也应该去看一下嘛 皇上 您真宽宏大量 你当真没有话要朕带的吗 只要你去了我家 比我带一千句话还要好 那行 那朕就去了 你放心吧 朕会带点礼物给他们的 皇上 你对人真好 微臣恭迎吴皇圣驾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丞相请起 表弟妹也都起来吧 谢皇上 温韬啊 你的伤应该全都好了吧 回皇上 罪人温韬本该天诛地灭 但托皇上红福 身体已经好了 但是重罪在身 请皇上责罚 陈总管 这是什么 表弟啊 这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朕相信你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你之前为了建宅子的事情 跟人家起了冲突 朕相信你确实是希望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宅子 这城东啊 有一处宅院风水格局都很好 朕把它买下来送给你了 这就是房契 你收好了 谢皇上恩赐 表弟啊 以后真要有什么必要的东西缺了 就尽管跟表哥说 咱们是至亲 朕不会亏待你的 谢皇上 请 起来吧 皇上隆恩 闻家莫齿难吗 舅舅 咱们是同气连之 你外甥的江山还得靠您撑着呢 为皇上尽忠 臣愿干脑涂地 朕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朝廷众臣勾心斗角 因私害功了 朕不希望因为这次的事件 使得丞相家和司徒大将军两家 反目成仇 所以朕希望 咱们文家能够大量一点 多担待司徒将军一家 臣明白 臣谨遵圣旨 好 表妹啊 这次朕来没给你带什么大礼 不过朕承诺 在你成亲的时候 朕一定给你一份大礼 皇上对文家的关心 已经胜过任何大礼了 文强已经感激不尽了 那 舅舅 朕何事老会做到底 朕这就去司徒清云家 叫他们对你们也不可心生戒地 那就 有劳皇上了 好 皇上 您恩威并济 软硬兼施 这对文家的效果太好了 这我是灵机一动 你别说 这招还是昨天喝酒的时候 受到小龙虾的启发呢 司徒家这二公子确实是别有风采 是啊 他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个混混 可就让人觉得他清新灵动 活得滋味十足的 皇上 您这次去司徒家的真实目的 是不是就为了看那个小龙虾 是啊 我一看到三弟 心里就觉得舒坦 好功夫啊 回去吧 陈总管 救命恩人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这位是 我和小龙虾都是跑龙套的 这才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 真的是 司徒建南 叩见无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你刚才见恋得不错 不愧是小龙虾的哥哥 起来吧 谢万岁 万岁 请到室内用茶吧 好好好 皇上 家父家母都进香去了 怕是一时三刻还回不来 我现在就派人去找他们 不必了 他们不在也没什么 您那个淘气的兄弟呢 兄弟 是不是司徒敬又探完跑出府去了 真不巧 哥 有客人倒也不告诉我 你 一二哥 你是 哥 妹妹不知家里来的客人 请恕小妹告退 慢着 好啊 司徒敬 小龙虾 真的结拜兄弟 原来是个女的呀 二哥 男的女的有什么关系吗 大家好朋友一场啊 今后你把三弟改叫三妹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啊 二哥 小龙虾 小龙虾 欺君犯上该当何罪啊 你只管说我欺骗你 你不也欺骗我了 还隐筐呢 就会骗我这可怜巴巴的小姑娘 谁知道你是皇上啊 还不三不四的在街上乱过 好好啊 朕倒成了不三不四了啊 皇上 小妹口不遮拦 无心之事 请皇上恕罪 好了 吓唬你的 没生气 都起来吧 谢皇上 干嘛这样看我一个女儿家羞死了 女儿家 亏你好意思说 有你这种女儿家 别人知道吓都吓死了 我知道世上女婚婚不好找 老天罚我这性格 一辈子都没人肯娶我 已经够惨了 你就别再血上加霜了 你也不会嫁不出去的 看看你的女儿妆多漂亮啊 这谁家要是能娶上一个像你这么 开心又能混的女孩 那也不错啊 像你这种妃子多的 娶一个能闹事的也不算什么 要是只能娶一个的那家 摊上我还不把人丑死了 她要是能进宫可真热闹啊 喂 瞎琢磨什么呢 真是在想 如果白玉知道你的身份的话 她至今的程度一定不会亚于朕的 那咱们下次见面就吓吓她 看看她的表情怎么样 我女扮男装算得了什么 给白大哥知道你是当今皇上 那才吓人呢 嗯 说的也是啊 她要是知情了 咱们的兄弟可就做不成了 四祖见男 你竟然有小龙虾这么一个妹妹啊 真是好福气啊 皇上说的是 古为之为有这样的妹妹而感到骄傲 嗯 可她也给家里带来很多大麻烦是吧 是 谁家要有这么一个东游西逛的小龙虾 家里人就别想安宁 行了 都会嫌我开心 哎 三妹啊 再要见面 你就这身装扮吧 挺好的 是 二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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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琳 你笑什么啊 啊 回皇上 背着是看皇上浓心大悦 所以就跟着开心呗 哦 行 那你说说看 朕欣喜是为哪装啊 哎呦 皇上的心思 背着怎么能猜得出来呢 您不会是 因为这书 您不可能因为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也不会是 为了软硬兼施收拾了文家 也不是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可视可视的了 您要是猜得到那才怪呢 那是 那是 皇上 也不可能是因为想着小龙虾 哇 真有你的 果然猜中了 哎 哎 我说陈琳哪 朕以往只知道那个半城南庄的司徒敬 他性格爽朗 豪迈不羁的 可是 怎么又没有想到他回复女儿身以后 竟然 竟然 这么轻力脱俗 灵气逼人的 皇上 您形容得太对了 真的是这样 怪不得皇上 烦心大动 那 胡说八道 什么烦心大动啊 背着师爷 背着师爷 原来那司徒敬 竟然是这个样子 哎呀 这做了一段时间的大善人 闹市里面没有万人敌 简直凄惨的不成样子 你看看 可不是 傻小子的钱没人骗了 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 嗯 现在好了 我们回来了 嗯 哎 你说那个 那个文丞相抽什么疯啊 啊 这照顾难民的事情 由他一股脑的全派人接过去了 哎 重新过来骗人 我还真不太习惯了 哎 哎 这人哪 好事做多了再回头干缺德事 是需要个过程的 可不是吧 以前生活都有规律啊 能喝就喝 能吃就吃 能睡就睡 能辣就辣 痛快淋漓啊 嗯 可是 经过这一段时间 一看到穷人就想给他钱 哎呀 我这张老脸简直不知道往哪里摆了呢 哎 这个啊 都是那个小龙虾给我们带出来的 现在要重操就业 太难了 哎呀 这个做生意也做不成了 这个事就失惯了 一次靠完人家啊 给完人家东西还要给人家钱 哎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我自己啊 再这么堕落下去 我一定要做回我的恶人 嗯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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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钱吧 给点钱吧 啊 给点钱 哎 谢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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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兄 这头要不要 要你个头 好 看你小龙虾了吗 没有 分头去 好 看见小龙虾了没有 在那边 天灵灵 你灵灵 你灵灵 我不灵 马带快协力 han 笑什么笑啊 他们快看 你们这两个笨蛋 干脆起来啊 你们两个 煩饭 我 electrons 我是公主啊 你是公主 我还是不骂爷的 我把他带走 你是公主 公主 手滑的手滑的 干嘛 你别打 笨蛋 看什么看